字幕君 李宗盛 多些運動和動作 心裡好 你不知知道 好嗎?年紀大因為機器玩 沒有,你的心體更好 你真是否耍太極 對呀,一對耍太極 人家有耍太極,很健康 我自己的電話生,你耍太極 喂,那邊又沒有聲音了 不要介紹給你們 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啊,不要啊 你不熟 媽媽,你怎麼樣? 媽媽,你怎麼樣? 媽媽,你醒來,醒來,不要嚇我 媽媽,醒來 喂,喂,喂 媽媽暈了,快點過來 媽媽,你過來,過來 媽媽,你沒事吧,你不要嚇我 媽媽,你不行,我插一插 你們有什麼可以插救的 插人鐘,插人鐘 媽媽,我按你人鐘 你醒一下,為什麼按人鐘 沒用呢,按人鐘 怎麼了,老公,媽媽,怎麼了? 媽媽暈了 你暈了,暈了 你剛才按,按什麼? 我按個方法,按人鐘 可以醒,我就試一下按 你有沒有常識的 人的這個三角圈很危險的 不要亂按,按人鐘 不能亂按,如果… 你怎麼會這樣 不是,爸爸,你聽到她說的 是不是真的有事啊,人鐘 是呀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 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黃露 說起急救,其實這個按人鐘的方法 真的是民間流傳了很久的老方法 不過在剛剛的案例裡面 主人公就說到了 我們人的三角區域是不能亂按的 尤其是人鐘的位置,如果按錯了的話 真的很容易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究竟按人鐘的急救方法 是不是科學的呢? 那其他的急救方法裡面 又會不會有些什麼誤區呢? 那今天的節目 將會帶著大家一起去調查清楚 很多人對於急救都會有一種恐懼感 總是覺得是件很高深的東西 很多人暈倒了 或者很多人下意識就是捏人鐘 捏人鐘 一直以來都是民間無私自通的急救神經 它是中醫上面一種古老的方法 而且人鐘是人體的最上部 也是普通大眾都知道的一種急救方法 人鐘穴被用來搶救的一些急症 有絕兩千多年的歷史 開始的時候 人鐘穴經常被用於小儀驚風 中暑、衝鋒等緊急狀況的搶救 而這種民間流傳甚廣的妙招 卻開始飽受爭議 除了網絡上面不少人就說 昏迷的時候捏人鐘 方法不對的話會窒息 甚至還可能要人命 這個說法你相信嗎? 有沒有聽過禁人鐘去搶救 會導致窒息或者死亡? 沒聽過 沒有 大概有 插眼妝 急救 好像始終聽到人鐘說可以救人 沒聽到會不會窒息和死亡 以前我們工廠也有過人昏倒 插眼妝熟醒過來的 可能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有這種方法 會導致後果 沒想到就快一點 那你知不知道 如果方法不對會導致窒息或者死亡? 這個沒有 知道 就沒有聽說過 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插眼妝 我以前也給人家試過 你給人家試過 那效果怎麼樣? 醒了又贏了 日本人看電視比較多 因為他們普及說 禁了之後贏了會醒 那些 但至於說會不會 那些我就不知道 那經過剛剛的街坊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大部分的街坊 都沒有聽說過禁人鐘的方法不對 就會導致致命的這種說法 甚至乎有些街坊都不相信 那究竟禁人鐘這種傳統的急救方法 對於我們人體起到幾大的作用呢? 劉思怡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急診科 主治醫 人鐘穴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它是督脈的一個穴位 從中醫的認識來說 它可以起到回洋救膩 促進蘇醒 行腦開竅的作用 所以中醫認為 對於一些昏迷的病人 通過掐人鐘 可以促進他的蘇醒 但是從西醫的角度來說 認為掐人鐘穴 實際上也就是一個疼痛的刺激 一種比較強的疼痛刺激的作用 看來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都認為 在昏迷的時候掐人鐘 可以起到一定的急救作用 那如果掐人鐘的方法 實用不當的話 究竟會不會有致命的危險呢? 帶出問題 我們的尿查員來到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找到了林醫生 林醫生 林醫生 有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你 我想問一下你 我們平時幫這個昏迷中的病人急救 如果幫他們按人鐘的方法不對 是不是會加重他們這個昏迷的情況 或者甚至乎會導致他們死亡 確實是有這個可能的 這麼嚴重啊? 醫生對才肯定的回答 將我們的調查員就嚇到目瞪口呆了 那麼昏迷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不應該捏人鐘呢? 這個還是要看情況來對待 如果你掌握了正確的按壓人鐘的方法和技巧的話 中醫的角度來說 按壓人鐘確實有一定的促進甦醒的作用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展示一下這個正確的按人鐘的方法呢? 可以 那我帶你去讓安妮給我們示範一下好嗎? 好啊好啊 她就是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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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這位神秘人物是誰呢? 不要嚇我 哦 我原來是個假人 哎呀 真的嚇我們一跳 原來劉醫生所說的這一位 住在箱裡的朋友 Ani 是一個人體模型 不過我們今天真的要Ani 配合我們的實驗 哦 原來這個安妮是個假人 那我們現在要怎樣做 才是對的這個按人鐘的方法呢? 就是說如果是我們正常人在神智清醒的情況下呢 我們這個氣道從這個鼻腔 口腔 沿著這個鼻咽部 口咽部 然後這個氣管 喉一直到這個肺裡面 這個是暢通的 那麼這個舌頭呢 它對應的位置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對應在這個位置 神智清醒的時候我們舌肌是有張力的 這個舌頭舌根這裡是不會後墜的 那麼當人昏迷 或者說是這個神智喪失的時候呢 舌根如果向後墜 它就貼在這個煙部的這個後臂 那麼就把這一根這個通路 兩個貼在一塊 把這個通路給堵死了 堵死了之後 我們呼吸的這些氣流 就進不到肺裡面去了 所以人主昏迷狀態的時候 保持氣道通腔是昏迷急救的關鍵 那麼捏人鐘的這種方法 是不是有助於氣道的打通呢? 如果我們在按壓人鐘的時候 施加一個在這個位置 施加一個向下方的一個力 它有可能反而把這個面部向下壓迫 那麼這樣會加重這個氣道的一個梗阻 那麼就不利於這個氣流進入肺裡面 第二個誤區呢 就是說我們按壓人鐘的時候呢 這個手有可能頂在這個位置這樣按壓 那麼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相對來說是一個軟組織 比較豐富的一個地區 那麼你施加一個向這個方向的力 也有可能把這個氣道壓到線壁 也不利於這個氣道的開放 所以說在昏迷的時候按壓人鐘 並不是一個很值得提倡的一個方法 嗯 那麼剛剛經過劉醫生的講解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我們平時在搶救這個昏迷了的病人 我們用按壓人鐘這種方法呢 其實是有兩個誤區的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按壓人鐘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將病人的頭往下按 這樣就會導致到病人的氣管阻塞 那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在按壓人鐘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另外一隻手指 按到病人的這個下巴下面的軟組織 這樣就很容易會傷到它的氣管 導致到它這個昏迷的情況是加重了的了 好多人在按壓人鐘的時候方法不准確 不單是起不到救人的作用 還會對昏迷患跡的健康帶來負面影響 那我想知道怎樣去按這個人鐘呢 才是按中了 還有真的會有效地這樣起到一個急救的作用呢 水溝的上三分之一與中三分之一的焦點 那麼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人鐘穴 所以它就是水溝穴 那麼這個穴位它主要的治療的作用呢 就是昏迷 暈絕 現在認為滴血壓的這些病人也可以 那麼它正確的按壓方法要注意什麼呢 第一個這個手還是要做開放氣道的作作 需要有一個向下壓的力 那麼保持這個氣道是開放的 同時這個手按壓人鐘 大拇指指甲按壓人鐘 注意這個地方是這個手指不要去頂 下滑這個位置 那麼就這樣按壓 按壓次數不要太多 最多三次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你連續按壓了三次 它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麼你可以認為這個人的意識是完全喪失的了 它對這個刺激效果也不大 那麼接下來應該繼續判斷呼吸 判斷動脈波動 繼續心肺腐蝕 那麼現在我了解了這個情況之後 我想繼續問劉醫生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昏迷的病人 如果出現有這個嘔吐物在口腔裡面 那麼我們應該要怎樣去處理呢 如果昏迷的病人口腔裡面有嘔吐物 那麼在我們現場急救的情況下 我們一般是徒手清理這個嘔吐物 把病人的頭這麼側握過來 那麼用一個手指、食指也可以 從一側口角伸進去 那麼將這些嘔吐物 摳到這個靠近病人的一側面頰部這個位置 那麼再把它頂住這個面頰部把它扣出來 同時這個因為把這個臉側過來之後 重力的作用 嘔吐物也會順著這一側口角呢 就留下來 那麼這個就是徒手清理 口腔的這個異物 嘔吐物的方法 嗯 醫生還跟我們強調 還有一些人在施救的時候會力度過大 而這個時候 如果患者剛好牙齒鬆動 或者戴假牙的老年一 可能就會造成牙齒脫落 掉入氣道的了 都知窒息而死的可能 另外醫生還跟我們說 捏人中不可以一微地捏 也就是說不可以用長長的指甲去捏迷迫 而是用無指的力量按壓月位 令人鬆醒 所以捏人中一般不用女性 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的指甲一般比較長 而且沒有力度 如果捏人中病人還沒有鬆醒 還可以用針灸針刺激人中卷 當然這個需要患者的家屬 懂得一些針灸的知識 那捏人中的方法 是不是人人都會用的呢 捏人中對於真正的心跳停止的病人 意義是不大的 但是對於比如說滴血糖昏迷 或者說是因為這個 比如說體位性的這個血壓的 體位性的滴血壓造成了暈絕 捏人中可能有助於恢復清醒 所以它並不是每一種情況下都適用的 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就要注意了 如果真的一旦遇到有人暈倒了 千萬不要用這麼有爭議的急救方法 因為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很容易就會弄巧反絕了 那究竟作為普通市民 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夠正確 這樣起到急救的作用呢 下面看看醫生是怎樣說的 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的話 遇到發現有人這個神智喪失 我們建議的這個步驟和方法呢 首先應該是判斷他的神智情況 是不是意識完全的喪失 那麼我們建議大家 首先採用的是拍打和呼喊的方法 拍雙肩 同時呼喊呢 就是在他兩邊耳朵 靠近他兩邊耳朵 同時大喊 那麼你不知道姓名的情況下 你就一邊拍打一邊靠近大喊 你就這樣 喂你怎麼了 喂你醒醒 這個就是判斷他的神智 那麼如果你想採用按壓人中的方法呢 也可以 如果你按壓人中也三秒鐘 他也沒有任何反應 具備了第一步 判斷的第一步就是神智完全喪失 接著普通市民就需要判斷他的呼吸 判斷呼吸的方法 我們建議普通市民是採用什麼呢 第一個看 看胸闊的起伏 如果他胸闊起伏消失 如果鼻翼口唇呼吸的動作也沒有 那麼可以認為病人的呼吸也停止了 那麼意識完全喪失 加上呼吸停止 對於一個普通市民來說 就已經可以認為他等同於心跳驟停 接下來就應該開始行為復甦 那麼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呼救 普通市民必須要呼救 呼救的方法呢 你可以這樣叫人來人幫忙 請幫忙打120 如果周圍都沒有人 那麼你自己有電話 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機來拨打120的電話 所以睡覺的時候 連人中的方法不對 可能會致命的說法是真的 大家在收看節目的同事 不妨跟著我們一起學習正確的急救方法 在一常生活裡面 我們平時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導致不同的意外發生 那你又知不知道 我們平常的急救方法裡面 有哪些方法還是存在誤區的呢 怎麼樣?老友 這麼久沒見 很久沒見了 做得好, 給你喝喝 快點沖也塗給我吧 這麼久沒見 你趕快去… 你怎麼樣? 你全紅了, 有沒有錄傷嗎? 有… 家裡有沒有燙香膏? 沒有, 弄什麼的? 你有沒有牙膏或者豉油? 你幹什麼? 我貓說, 用那些 如果沒有燙香膏 你用牙膏和豉油 都可以塗的 錄傷的時候 這些也有用 我去幫你拿 我這邊也有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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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菜來了 看 這樣還行嗎? 可以的, 試一下吧 你沒笑過怎麼知道 來, 幫你塗一下 怎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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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平時有很多人 在炒菜的時候 都有燙香膏的經歷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 用牙膏、豉油 或者花生油 去塗他們燙傷的部位 他們認為這樣做 是有效去緩解疼痛 究竟這種做法 又是否有用呢? 我們馬上去調查一下 對於燙香 民間的廚方多於牛母 上網搜索了一下 燙香怎麼辦 就知道治療方法 千萬八怪 除了把牙膏、花生油 和骨子料都搬出來 事實這些的廚方 有沒有科學性呢? 原本沒有水蒸氣的部分 日下子就沒有了 那是怎麼回事呢? 是否說明牙膏和花生油 真的有用呢? 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 繼續為你調查 上次說到 鏈人中如果按壓方法不對 是真的會導致昏迷患者窒息 甚至死亡感 師傅當中還有很多急救的誤驅 燙傷也是最常見感 發生燙傷 逃半牙膏和花生油等等的方法 是否真的可以呢? 燙傷和消傷一樣 都是因為高溫對皮膚組織造成傷害 因此降溫是燙傷急救的第一要素 牙膏裡面含有薄荷成分 薄荷清涼 其實它的作用跟冷水一樣 冰涼之後 患者覺得減輕疼痛 所以覺得牙膏有效 而花生油則認為 可以緩解燙傷傷害的疼痛感 那牙膏和花生油到底有沒有效果呢? 我們用實驗來告訴你 好,現在在我面前已經擺著各種各樣的道具 等一會兒我就會用它們來模擬這個燙傷之後 塗牙膏或者花生油的情況 我們先用酒精燈將酒杯裡面的水燒開 等到燒杯水燒開之後 我們再用毛巾蓋在燒杯上面 可以見到水蒸氣慢慢透過毛巾的小胸往上穿 我們以此來模擬皮膚被燙傷之後 持續受熱的狀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面上已經沒有煙了 等一會兒我就會把這個牙膏和花生油 塗在這塊黑色布上面 去觀察它的變法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首先我在黑布的左邊塗上一些牙膏 好了,我剛剛已經把這個牙膏 全部塗在這個黑色布的左邊 現在看看的確這個 左邊的煙是沒有右邊飆得那麼多 那牙膏的情況就是這樣 又不知道塗了花生油之後 它的變化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現在即時去試一下 好了,我現在已經分別在兩邊 塗了這個牙膏和這個花生油 雖然下面的水還在滾 但我們在布外面是看不到任何的水蒸氣是霧出來的 那是不是講明了這個牙膏和花生油 對於燙傷是有作用的呢 就是過高的溫度造成了這個表皮 表皮層,真皮層,甚至皮下組織的一種損傷 包括細胞的變性,蛋白質的變性,細胞的壞死 這樣的一種熱力學的損傷 那麼我們是我們急診的角度來說 我們是不建議自己市民在家裡面 往這個燙傷的傷口上面 塗抹任何的東西的 我們只建議進行就是用常溫的水 可以用常溫的水進行沖洗 這個是正確的急救方法 接著你需要上醫院的話 用乾淨的,乾淨的這個乾節的 布料,就是布料 家裡面乾淨的東西 輕輕包裹之後就到醫院來就可以了 實際上我們認為你往傷口上面塗這些 包括牙膏、醬油這些 第一個,它有可能是有細菌的 它有可能有細菌,會造成你傷口的感染 第二個,在你來到醫院之前 你往傷口上面塗的任何的東西 都有可能影響醫生對你這個傷口的 究竟這個燙傷程度的判斷 醫生提醒,正確燙傷急救 應該記錄五字口拳 沖,用流動的水源沖洗錯面降溫 脫,在沖洗的時候令到義物脫離創面 拋,燙傷比較嚴重的時候 為了降低水流衝擊 可以將傷口跑去乾淨的水道降溫 開,簡單處理之後 送往醫院途中 使用乾淨的毛巾和醫物蓋住傷口 以免染染疑問 鬆,送醫院急救 所以大家以後一定要記住 如果真的不小心燙傷的話 千萬不要再用像牙膏、花生油、還有豉油 這樣的處方去處理傷口 因為這樣做是很容易會令到傷口發炎 同時也會加重這個燙傷的程度 也會令到醫生很難去判斷這個燙傷的情況 冬天到了,天氣會變得格外乾燥 人體都會經常出現各種不適 其中流鼻血是最常見的狀況 乾燥的天氣會令到鼻腔黏膜變得非常脆弱 再加上一些小朋友喜歡拿手來滑鼻 容易損害鼻腔健康 從而導致流鼻血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流鼻血是一件小事 養頭拿水泡在額頭 又或者拿紙巾塞在鼻孔就可以了 但這些方法是否真的正確的 我們還是去問一下醫生 陳欣,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副主任護理師 陳護士長你好,我想問一下 我們平時在流鼻血的時候 養頭來止血是否正確的 我們可以用氣管管理的模型 做一個簡單的實驗來證明一下 又是熟悉的人體模型 但這是假人模型 他為何會流鼻血 原來是陳護士長 特地準備了一瓶紅麥水 來模擬鼻血 現在他就模擬人在流鼻血的時候 如果將頭養起來 他的鼻血會流到哪裡 鼻血就會通過鼻咽部 流到我們的口腔那裡去 陳護士長,我現在看到了 他的鼻血已經流到 肺和氣管裡面 為何會這樣呢 由於我們的鼻腔 通過鼻咽部 跟口腔跟喉煙 是氣管連接在一起的 當我們養起頭來的時候 血會滲著我們的食道 流到胃裡面去 伸到氣管 流到肺裡面去 後果比較嚴重 輕的可以引起 吸露性的肺炎 嚴重的話 可以引起急濕的風險 如果流到胃裡面去的話 可能有耳性有吐 有黑便的可能性 原來這麼嚴重 那我們怎樣做 才是這個正確的處理方式呢 正確的處理應該是 我們發現一個人流鼻血的時候 或者自己發現自己流鼻血的時候 我們的頭應該全清一點 然後用食指跟拇指 捏住自己的鼻翼的部分 壓迫三到五分鐘 大部分情況都是可以止血的 但是如果放鬆以後還流水的話 我們找到相對乾淨的 敷料也好 脂巾也好 整個圓筒型 兩到三公分這樣 但是大於鼻孔的大小 然後把它全塞 塞到我們鼻孔的時候 有疼痛還有壓迫的感覺 那麼就可以達到止血的效果 因此流鼻血的時候 設計養頭了 偏是乾燥 所以很容易就引起流鼻血 要預防自己的鼻腔問題 我們首先要從自己的飲食下手 多吃一些含水分多的食物 例如白蘿蔔 梨 幼稚等等 多吃水果 不單止去補充身體水分 還有去補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裡面 有很多事故都是無法避免的 所以掌握一些淨透的急救知識 是很重要 也是很必要的 希望今期的節目 可以幫助大家 將一些急救的誤區改正過來 並且學習到更加多的急救知識 好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關注更加多的新鮮資訊的話 可以掃描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去關注我們的官方微信號 我們下期內容同樣精彩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